大家好,入球之后啊,我们都已经可以开始着手再入手一些兰花回家摘种了 那么我们在这个时候大家会发现很多花有入手的兰花呢 它都是带有一些花苞的 那么像我们在挑选兰花的时候,这个花苞啊是不是越多越好呢 答案呢,当然是否定的 为什么我们刚买回来的兰花花苞不能够太多呢 是因为如果你所买的兰花啊,如果是有非常多的花苞 那就说明了可能这一盆兰花呀,它是用一些激素来摧花的 那么用激素来摧花的话呢,会导致植树花会消耗大量的养分 那么它虽然当年是可以开花 但是呢,当年开花之后的话,植树因为消耗过大,用了激素过多 然后你这个苗的话呢,可能很难以成活 或者是呢,后期会越长越弱,难以养状 所以呢,我们在挑选兰花的时候,大家一定要注意,花苞啊不是越多越好 我们最好的话呢,一盆兰花大概有两到三个左右的花苞就可以了 这样的话呢,它的这个营养会比较均衡 而且呢,又不是用激素吹过 那么这种花的话,它能够正常的开放 后期呢,它也能够正常的生长 而且也能够养的比较壮 所以呢,我们在入手兰花的时候 大家一定要注意啊,不是花苞越多越好 花苞的话呢,大概两三个就足够了 刚买回来之后呢,我们不要马上施肥 等到它已经适应新的环境,已经开始恢复生长之后了 如果这个花苞还比较小的话 我们可以适当的给它追思一到两次,凌甲肥就可以了 花后的话,大家一定要注意及时的修剪花苞 然后给它补充这个蓝科专用的有机养液 来促进它的副状 那么你这盆兰花的话,后期才能够越养越胀 好了,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